去年12月底 我们成立了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 引进办到现在已经结束了超过200家这些企业 其中30家已经准备落户 或者是已经来了香港 或者要扩充他们在香港的业务规模 农头企业的落户 有助吸引他上下游的公司来港 加速建立产业集群 至于规模比较小 但是技术比较前选的这些戳创 他来香港就会加强我们科研创新的动力 在抢人才方面 截至今年9月 这些输入人才计划 一共收到16万宗申请 其中已经超过10万宗 获得了批准 当中高财通计划 一共收到超过5万宗申请 我们也批了超过39,000宗 到现在为止刚才说的人才已经有6万名来到香港 这些输入人才能有6万宗申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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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输入人才能有6万宗申请